嗨,大家好,我是大兄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聊地球编年史的第四步 《失落的国度》 这个国度指的就是著名的玛雅文明 今天我们就要来聊一聊从古至今 不管是远古的阿鲁纳奇 还是我们人类都为之疯狂的一个东西 同时也是直接导致玛雅人灭亡的一个传说 那就是理想当中的黄金城 那这个传说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直到1492年10月12号 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以后 这个时候玛雅人才开始在世界上正式亮相了 那么当哥伦布到达了新大陆以后 没几个月他就赶紧把消息带回到了西班牙 为了证明他是真的到达了新大陆 他还特别带回来了四个印第安人 还有一堆的黄金 而且呢 为了说服这个西班牙的这个王室支持他以后啊 还能够继续去这个新大陆远航 他还特别提到了一个玛雅人的一个传说 那这个呢 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理想当中的黄金城 那玛雅人就说啊 这个黄金城里面啊 建造的所有的这个建筑呢 到处都是有黄金的这个装饰品 而且呢那里的人们呢 从头到脚都是带着黄金的 因为传说中啊 那个地方啊 就是整个地球黄金的这个母脉 所有这个黄金呢 都是从那里出来的 而且啊 这个哥伦布呢 还引用了这个圣经当中的笔讯盒 他就说啊 这个笔讯盒呢 肯定就在这个新大陆 那么这个笔讯盒呢 在圣经当中啊 他就是伊甸园旁边的四条天河之一 那么这条河呢 传说当中啊 所有的这个宝石和黄金呢 都是从这条河里面流出来的 那正好呢 这些西班牙的这个王室呢 那都是坚实的圣经的这个拥护者 那如果说真的能够找到 传说当中的黄金城 那么西班牙不就成了这个世界上 最有钱的一个国家了吗 而且啊 还有一个比黄金更加令这个王室 这个心动的原因啊 就是如果说真的找到了 传说当中的这个笔讯盒 那不就是找到了伊甸园了吗 那找到了伊甸园 不就是有可能长生不老了吗 所以说啊 西班牙的这个王室呢 非常大方的支持了这个 哥伦布的第二次航海的任务 那西班牙人啊 首先来到了伊斯帕尼奥拉岛 也就是现在的多米尼亚共和国 并且啊在接下来的20年当中啊 光在这个岛屿啊 他们就运回了 20万枚金币的黄金 那后来啊 这里的黄金变略了完之后呢 他们就来到了尤卡坛半岛 那在这里呢 他们就遭遇了当地人啊 非常顽强的抵抗 那虽然说当时啊 这些马尔人会制作金银首饰 对这个天文方面的造诣呢 也非常之深 但是啊 很奇怪的是 在这个时候 他们的生活工作当中呢 都还处于石器时代 也就是只有黑钥匙做成的这种武器 虽然说他们人数众多啊 但是呢 在这个面对西班牙人的长枪短炮面前啊 双方依然是死伤惨动 而且啊最重要的是啊 西班牙人发现啊 那在这里啊 根本就没有发现什么黄金啊 但是呢他们通过当地人的这个了解到说啊 原来在北方的阿兹特克啊 那里才是最富有黄金的地区 所以说在1519年啊 一名叫做赫尔兰多 克尔提斯的人啊 就带了11支船队 领着600多人啊 向着这个阿兹特克进发 不过呢 这群人啊 那是比中了这个彩票的头奖还要幸运啊 那当他们来到这个阿兹特克的时候啊 不但没有遇到像之前在其他地方一样的 这个顽强的这种抵抗啊 甚至呢 阿兹特克的皇帝啊 居然还提前已经给他们准备好了 一堆丰盛的这个礼物 并且呢 还把他们当做神一样的圣经款待 那就像是这些马亚人呢 就提前已经知道这群西班牙人会来事一样的 他们早就已经把礼物呢 给他们准备好了 等着他们的到来 而且啊 这些礼物呢 更是贵重的下十个人 那根据当时见过的这个人的回忆啊 首先呢是这样一个刻着马亚的这种立法的 就像太阳一样的这样一个纯尖的圆盘 而且呢 这个圆盘的直径呢 差不多有两米左右 有马车的这个车轮那么大 并且不光是大 这个圆盘呢 还足足有四枚金币那么厚啊 并且呢 这个还没有完 这些阿兹特克人呢 还准备了一个更大的模仿月亮的这样一个 已经制了一个圆盘 但是呢 你这个想都没想到啊 这群傻猫啊 他们竟然把这么珍贵的物品 运回到西班牙以后啊 就直接把它融成了金条了 那你知道吗 这个简直是暴殿天目啊 对吧 不过好在呢 当时啊 这个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啊 那你现在依然呢 还能够在这个维也纳世界博物馆呢 可以看得到他 那就是这个 羽蛇神的这个头盔 那千万不要小看他啊 不是说只有黄金值钱啊 这个东西比黄金更值钱 那他是有这个 凤尾绿瑶娟的这个尾毛制作而成 那这个凤尾绿瑶娟呢 被认为是地球上最像凤凰的鸟 那本来就非常的稀有 那现在呢 他是威地马拉的这个国鸟 那是冰威动物 而且啊 这个羽毛呢 只有在繁殖期的这个雄姓绿瑶娟呢 他才有 所以说要收集到这么多羽毛来制作这样一笔头盔 那也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一个事情 而且你仔细看这个头盔啊 他可不光是由这个羽毛做成的 那上面的这些金色的原点呢 那可都是由纯金制作而成的 那么这里就很奇怪了 为什么这个阿兹特克人的这个皇帝啊 他会提前准备这些礼物 给这些入侵的西班牙人呢 其实这些礼物啊 他也不是说随便乱送的 因为这些呢都是阿兹特克皇帝啊 专门为他们的神 这个特别准备的这个礼物 那这个车轮大的这个黄金圆盘呢 这个圆盘呢描述的就是 羽蛇神每52年一次的这个循环 因为他们的这个神话当中啊 他们这个羽蛇神呢 被战争之神打败 所以说他被迫离开了这个阿兹特克 但是呢 羽蛇神呢 并不是永远的离开了 而是呢 每52年啊都会回归一次 那么在羽蛇神离开的这段时间呢 那传说中啊 他就会上升到天堂 并且来居住在月球上面 所以说啊 这个更大的银色的圆盘呢 这表示他在天堂的这样一个居所 那么当然最主要的就是那个羽毛的头盔了 那这个呢是欢迎羽蛇神回归最重要的一个礼物 那么最碰巧的就是啊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阿兹特克人的这个羽蛇神呢 他是每隔52年回归一次 但是偏偏碰巧的就是啊 这个西班牙人入侵阿兹特克的1519年呢 正好也就是羽蛇神呢 每52年应该回归的那一年 而且关键的是啊 印第安人呢 他都是不长胡须的 但是呢 传说当中羽蛇神呢 就曾经以这个穿着白色的衣服 留着这个胡锡的白人的形象来出现 那么这次入侵的这个西班牙人呢 正好也都是白皮肤有胡须 而且呢 还是在羽蛇神 每52年回归的这个时间点到来了 所以说阿兹特克的这个皇帝呢 见到他们呢就非常的高兴了 上天终于显赢了 他们的羽蛇神现身了呀 所以说他们不但不抵抗这些西班牙人 反而夸张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当时除了这个皇帝蒙特苏玛 他穿着这个凉鞋啊 那其他所有的王公贵族 全部是光着脚出来迎接 他们以为的这些白人上帝的 但是啊 他们哪里知道自己完全是在隐囊入室啊 那西班牙人参观完他们这个皇帝的皇宫之后呢 发现这个地方不得了啊 简直是遍布黄金了 甚至连餐具呢都是由纯金制作的 那么稍作思考啊 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 绑架了这个皇帝蒙特苏玛 并把他关在了这个西班牙的这个领地啊 并告诉这个阿兹特克的这些贵族呢就说 你们赶紧去收集这个黄金 那这些人呢 把交上的这个黄金呢 足足的装满了整个的船舱啊 可是就算如此呢 那西班牙人最后呢 依然还是杀害了阿兹特克的皇帝 不过啊就在西班牙人认为啊 终于发财了 那下半辈子荣华富贵 享用不尽的时候啊 他们没有想到啊 半路他们装这个 黄金的这个宝船呢 居然遭到了法国人打击 那为此呢 两国还特别发生了一场战争 那战争的事情呢 我们这里就不多说了 还是回到这个黄金城的这个传说 那西班牙人后来就发现啊 这个阿兹特克的黄金呢 虽然多 但是呢明显呢就越来越少了 那这里呢 根本就不是传说当中的这个黄金城 也不是圣经当中的这个比逊河 那么传说当中的黄金城 到底又在什么地方呢 那就在这个时候啊 一个更加诱人的一个传说 杜金人埃尔杜纳就在整个世界呢 又流行了开来 那有印第安人就传说 有一个这个黄金大陆啊 那里呢是一个充满黄金和宝石的一个国家 那他们的国王啊 每天都会脱光衣服 然后呢在自己身上抹上这个油彩 并且呢还要撒上这个金粉 那这样呢就使得自己啊 变得这个金光闪闪的 看起来呢就像这个闪耀的这个太阳一样 然后呢 他就会来到这个湖的中央 向这个神灵献祭 并且呢在每天晚上啊 就会在这个湖里面啊 洗掉自己早上撒的这个金粉 那每天都要撒一遍了 那可想而知啊 他这辈子光撒的这个金粉 那都用了多少 并且呢更厉害的是啊 除了这个国王 还有很多很多络绎不绝 来参加国王这个献祭的这些人呢 都会自己戴上为神准备的这种 黄金的这种工艺品 然后呢 在国王给献祭的时候呢 他们就会把这个黄金呢 扔到这个湖里面 所以说啊 日积月累下来啊 现在这个湖里面呢 已经有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黄金了 于是啊 更多的人呢 就不停的在这个美洲探险 那他们巴不得抽干 美洲所有湖的这个活水 就想看一看 那下面是不是有 数不尽的这个黄金 那么直到1530年呢 有一支200人的这个队伍呢 就前往了秘鲁 那这次呢 固然没有令他们这个失望啊 那当他们进入这个首都 库斯科的时候啊 不管是在这个神殿里面 还是在这个皇宫当中啊 那真的是数之不尽的这个黄金啊 那据当时这个过去的西班牙人回忆说啊 在这个皇宫里面啊 有三间房间啊 全部都是黄金做的这个家具 那五间房子里面呢 全部都是用白银做的家具 最狠的是啊 在一个房子里面啊 还有一间堆满了十万块金块的储藏室 那每一块金块呢 差不多有五磅重 那大约的话呢 是2.2公斤 我粗略的善良下 按照现在的金价 如果说折算成人民币的话呢 光这间房子啊 那就价值800亿人民币啊 另外呢 供这个国王休息的这个 黄金的宝座呢 和这个配套的这个凳子呢 就有110公斤左右 那在他们的这个太阳神神殿啊 那他们的花园呢 更是与众不同 那所有的树木 灌木虫啊 花呀 鸟啊 包括喷泉啊 全部都是假的 因为呢 全部都是用黄金做的 而且呢 这还没有完 最神奇的是呢 在这个太阳神神殿的这个庭院里面 还有一片玉米地 这片玉米地啊 那当然就更加的不简单 那他们的这个叶子呢 包括这个玉米的杆啊 都是用银子做成的 但是这个玉米的这个碎子呢 都是用纯金打造的 而且啊 这片玉米地啊 足足有91米宽 182米长 你说面积的话 比整整两个足球场还要大一些 那么问题就来了 他们为什么要在太阳神的神殿里面 种下这么一大片玉米地呢 难道玉米跟太阳神之间 又有什么关系吗 就像是前面这个阿兹特克的皇帝 为羽舌神准备这些礼物一样 他们也不是随便准备的 那么这片玉米地又有什么含义呢 目前呢 我并不知道其中的原因 如果说你正好知道呢 欢迎留言 那后来啊 这个西班牙人的这个套路也都是一样的 他们呢又抓了这个国王 并且告诉这些贵族们说 你们要用这个黄金啊 把一个6.7米长 5.5米宽的这样一个房间 全部都给我装满了 那这样的话呢 他才会把这个国王给放了 不过啊 没想到啊 很快啊 这个一间房子的这个黄金物品 就被装满了 这个西班牙人一看 哎呦这个 这么快你就装满了 那不行 这次呢 要狮子大开口 于是呢 他们就跟这些人说啊 你们不能用黄金的这个物品 而是呢 用纯金 而是呢 用实心的这个金砖 装满一整间的这个物质 才可能放了他们的国王 当然结局呢 还是一样的啊 这个西班牙人呢 黄金拿到手了 国王呢 照样也杀了 那最后啊 根据统计啊 他们每一年在壁弩啊 就掠夺了18万公斤的黄金 以及68万公斤的白银 而且这是每一年的数据 并且持续了很多年 那这些当地人呢 就觉得很奇怪啊 你说这些藏道 他们到底是什么鬼 对于阿兹特克人 和这个病毒的印加人呢 对他们来说啊 他们认为黄金是神的领悟 是神的眼泪 甚至是神拉的爸爸 就说这是神的财产 他们根本就不用黄金来交易 也就是说 他们不把黄金当作商品 也不把它当作钱 他们只是 把黄金献祭给神而已 就像我们中国人给神烧香是一样的 为什么这些白人对黄金如此疯狂呢 那西班牙人虽然是抢了很多的黄金啊 但是他们发现啊 毕鲁的黄金也越来越少了 但是呢 人呢 是永远不知道满足的 人们一直在心里面想着那个 理想当中的黄金国 那么它到底在哪呢 如果说能找到整个地球黄金的母矿脉 那才是人们最终的梦想 于是他们不断的向这个 审问当地人啊 最后呢 他们就发现啊 不管是阿兹特克人 还是毕鲁的这个英家人啊 他们都是通过最基本的 收集河流当中的这种金沙 以及在露天捡到的这种金块 然后呢 再把这些金子啊 交给这些国王 或者说神的这个祭司 这些统治阶级 然后呢 让他们呢 把这些这个黄金呢 献祭给这些神 但是呢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 就像刚才说的 西班牙人光从壁鲁一年的话 至少都要掠夺18万公斤的黄金 以及68万公斤的白银 那这些人怎么可能 光是通过在地上捡这些黄金 通过水里面 这些金沙就能够收集到 这么多黄金了呢 然后呢 这些西班牙人啊 和一些这个眼睛的这个专家啊 就在这个墨西哥发现了一些 仪式的 死前金矿的遗址 于是呢 他们就想 难道这些当地人是骗他们的吗 他们不光是捡这个地上的金子 他们其实曾早就学会挖矿金 开始采矿了 但是这个也明显说不通啊 因为阿兹特克人 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铁 他们平时使用的 就是黑 他们平时使用的 就是黑药石制作的这样一个工具 这样来生活工作 那后来呢 还是西班牙人教会了他们怎么使用这个金属工具 用石器 怎么可能去开采矿井的呢 就完全是不可能的 然后啊 在这个西班牙人的这个追问之下 阿兹特克人就告诉他们 他们对金银加工的这种技能呢 其实呢 都是源自于他们的祖先 托尔特克人 那么托尔特克人呢 在公元前几个世纪的时候啊 就已经生活在墨西哥中部的这个高地 那么阿兹特克人呢 则是在托尔克特人呢 一千多年之后才会出现的 但是很奇怪的就是啊 那后来的阿兹特克人呢 只会在地面捡黄金 不过呢 这些更早的托尔克特人呢 不但教会了阿兹特克人怎么制作这个金银的工艺品 而且啊 他们呢 还很早之前呢 就已经知道怎么发现蓝玉这样珍贵的宝石的矿山 甚至还知道怎么找到黄金白银这样的金属的矿山 也就是说这些更早的托尔特克人呢 他们才有可能知道整个世界 黄金的母矿卖到底在什么地方 于是啊 西班牙人就问了 这些更早的托尔特克人 他们又是怎么知道矿山的秘密的呢 这些阿兹特克人毫不犹豫地就告诉他们答案 当然就是羽舌神告诉他们的 哇 这个西班牙人一听就懵了 这个如果说是羽舌神告诉他们的 那不就是说理想当中的黄金属 似乎是永远找不到答案的嘛 但是就像我们之前的视频所猜想的是一样的 如果说神话都是真实的呢 那么羽舌神会不会也就是远古阿鲁纳奇之一呢 会不会其实事实就像传说当中是一样的 是羽舌神早就教会了托尔特克人采集金矿 所以说后来人们才会在墨西哥发现 一些的这个史前矿井 会不会其实他们就是远古阿鲁纳奇 所留下来的遗迹呢 那么羽舌神和远古的阿鲁纳奇 他们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下期节目再聊 OK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关注大使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